Lesson Lesson 谁先来 我们说什么 自由发挥吗 好了 我单采访 好了 葛曼奇今天采访一下 你今天在场表现如何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跟小小小进入配合相当不错 虽然有一点点小的失误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理智的 把它解决 对 因为我们size最佳的是正有不一样 就是我 我们这个组合差不多是三百一姐 对 然后因为上一次是第四棒是李玉婷 我们跑了个四十二百八年 现在是我们跟大姐的size最佳成绩 有瑕疵 可是解决得很好 但是我们都处理得非常完美 看到了 那后来准备在哪里 没有去想 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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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么想的 有这个想法 目标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哈哈哈 梦想一下要坚持 哈哈 像上些特别遗憾 这些东西弥补的遗憾了吗 对啊 所以他们刚才跳起来了 哈哈哈 我看来跟小姓都抱起来了 因为我们 我们咱都经历了 旅渊 就 龟本那时候是替补没上 所以现在他 替我们完成了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这次很幸运 所以我们卷土重来 我们 实现了这个愿望 这也是我们 就是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吧 因为一直以来 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期望还挺高的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就是 不是因为我们的食物 哈 然后我们也努力了 然后努力了 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实 确实是挺遗憾 但是经过这一次 我们弥补了遗憾 你希望 呃 大家等待 不是很久 哈哈哈 这五年的图片 是不是很难忘 我这不是五年 我就十年了 我从第一年到现在 已经十年了 是不是 他经历了每一场 我都经历了 所以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队友们 就为了这个梦想吧 替我一起努力 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优秀 还有我们的替补 还有之前 以前跟我一起练过的那些前辈们 我觉得是他们给我们铺了这条路 让我们现在的路更好走了 所以我们也会替他们一起去玩 这个梦想 对 承载的我们主播人民 加油 哈哈哈哈 举止结尼 出场 加油 你来到早餐这几天 都没有比赛 你都能做什么消避吗 你不要爱吗 你不要爱吗 连天在床上都想跑步了 对了 我都别坏了 我说中午要比赛了 哈哈哈 所以他说他每个人 今天就在来 还是你觉得 还不知道 哈哈哈 反正不管每一个人都是主力嘛 就是随时 就是准备好随时上场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我们都是一份的一起的 加油 加油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拜拜 注意防护啊 你们加票吧